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幸运四叶草 快来一起踢球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玩 怎么了 我怕大理老师跟妈妈说我上课睡觉的时候 不会的 你担心过头了 等踢完球我陪你回去 我现在就想回去了 好饿 我和壮壮他们说一声 好饿吗 娃娃 小明 大头 接球 桃圆 你没事吧 桃圆 没事 我今天真是太倒霉了 桃圆 你手上粘的是什么 是幸运四叶草 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四叶草 什么幸运四叶草 你看 这些都是三叶草 传说找到四叶草的人会变得特别幸运 我都被囚砸了 一点也不幸运 你要是不信 把这个四叶草给我呗 那我还是留着吧 汤圆 小声点 万一被妈妈发现了 可我们不就是回来吃饭的吗 那你得看妈妈生没生气 阿姨 汤圆 大头儿子 你们怎么不进屋 阿姨好 妈妈 饭都做好了 大头儿子 快来一起吃晚饭吧 谢谢阿姨 难道大林老师还没和妈妈说 汤圆 今天大林老师来过了 说你在客上睡着了 快吃吧 一会儿菜都凉了 我觉得大林老师说的特别对 现在天气这么热 肉吃多了可不得犯困吗 得荤素搭配着来 这是亮亮亮的绿豆粥 清热解暑又解腻 你们多吃点 妈妈做了好多 大头一会儿回家也带一些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真好喝 我再去盛一些绿豆粥 此野草真的能给人带来幸运 我得好好收起来 来 大家注意看看这两种植物 你们谁能告诉大林老师 它们分别是什么植物 它们不都长得一样吗 大林老师 给我看看 这个锯齿更大也更深 好像被牙齿尖尖的恐龙给咬了 老师 我知道了 汤圆说说 它们是什么呢 这个是苦菜 这个是婆婆丁 汤圆说的都对 快给大家讲讲 你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 上课睡觉还能记住 不会是猜对的吧 是妈妈之前做过婆婆丁炒肉 还用苦菜拌口凉菜 我和妈妈一起摘的 汤儿真棒 大家一定要向它好好学习 在家呢 帮爸爸妈妈做点利索能及的家务活 在生活中 学习和积累不同的知识 下周 咱们亲自赢会举办自然知识趣味比赛 内容呢 都是老师给大家讲过的自然知识 你们在课后 要好好想一想 最近都学了哪些新知识 老师可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小礼物 好 我这只能得第一名 我也想得第一名呢 比赛上见 我也要得第一 大家看上去干劲十足啊 汤儿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幸运四叶草 四叶草真的像传说中一样 可以带来幸运吗 那不是传说 是真的 你看我有了四叶草后 妈妈没有因为我上课睡觉生气吧 大林老师课上拿的 刚好是我认识的植物吧 要是没有四叶草的话 可能就是其他我不认识的东西了 是这样吗 可你不都有一个四叶草了吗 对啊我想再找一个 那不就可以变得更幸运了吗 说不定下周比赛上都是我会答的题呢 那你之前的那个四叶草呢 在这儿呢 我都夹在小本本里了 怎么没有了 我的四叶草呢 我的四叶草怎么不见了 可能掉在路上了 我们回去找找吧 好 完了 我的四叶草丢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新的四叶草 幸运四叶草哪有那么好找啊 没了四叶草我肯定会变得很倒霉 回家可能被妈妈说 下周比赛可能都是我不会的题了 不会的 没有四叶草不就和以前一样了吗 当然 不说口这个点回家吃饭了吗 来了 早上刚给你换的新衣服 怎么一天没闹就弄得这么脏 看来以后得让你自己洗衣服了 快给我回家 阿姨 您别生气 我和汤圆刚才 大同儿子 正好 你也跟阿姨一起回去吧 阿姨 你们先回去吃饭吧 我等会再回去 一会天都黑了 赶紧回家 不然爸爸妈妈该担心了 好 汤圆丢了四叶草太难过了 不行 我得帮他找回四叶草 去飞 飞机该返航回家了 小头爸爸 您来了 我需要您的帮助 大头儿子都快变成小花猫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相信四叶草可以让人变得幸运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汤圆有了四叶草之后 真的变得幸运了 其实除了三叶草四叶草还有五叶草 三叶草其实也叫做车肘草 四叶草五叶草也都是它的稀有变种 就像围裙妈妈烤饼干 有的饼干就是和其他的饼干的形状不太一样 是啊 汤圆觉得是四叶草让他变得幸运 才答对大林老师的问题 其实如果没有汤圆日常的积累 就算有四叶草 他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 可是汤圆没有四叶草都没有信心参加比赛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了 让汤圆相信就算没有四叶草 他自己也能行的 毕竟他可是连四叶草都找到过的 头头爸爸 我想到了 汤圆 汤圆他怎么还没来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啊 汤圆去哪了 我去找找他 汤圆 汤圆 你怎么还不进去 我想和大林老师说不参加这次比赛了 为什么 你认识那么多职务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得第一的吗 没了四叶草 我这几天都很倒霉 走路被石头绊倒 吃饭还烫了嘴 我就算参加了 也肯定是我不会的题目 你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 汤圆四叶草 大头 你在哪找到的 你走了之后 我又接着找了找 后来在小偷爸爸的帮助下找到的 还把它做成了标本 这下你有信心参加比赛了吧 你们俩快进屋吧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真好 我要把奖品带回去给我爸爸妈妈看看 我一直想要一个树叶树菜放在树里呢 我也回家了 再见大林老师 再见大头哥哥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头 多亏你帮我找到四叶草 等等 汤圆 对不起 其实那不是真的四叶草 这怎么不是四叶草呢 原来是用三叶草拼成的四叶草 我那天没找到四叶草 后来和小偷爸爸一起把三叶草的叶子拼到了一起 做成了这个四叶草标本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可是如果没有幸运四叶草 我怎么会答对这么多问题呢 哈哈 汤圆 这些自然知识可不是四叶草能带给你的 都是你在日常生活中靠学习和观察积累的 如果说这些都是幸运的话 那也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的幸运 汤圆 我 嘿嘿 没事 谢谢你 我把我的幸运也传给你咯 哈哈 哈哈 就算没有四叶草 你们也都是幸运的小朋友 现在赶紧回家 去和爸爸妈妈一起拆礼物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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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